中华财经台 目前的指数是在7954 上涨了47点 那今天开盘是开在 正好在8000点测整数 整数关卡 上涨了94点 那最高是在8005 最低是在7927 那今天的成交量呢 有明显的回温迹象 目前的预估量呢 大概是在994亿左右 那你今天怎么看待这个行情 我们是不是又再度了 印证我们的看法 当时在封关以前 梁美老师怎么讲的 讲说这个行情绝对会在上 什么依据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道琼 道琼在台股封关的这几天以内 他是走向一个横盘的整理格局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台股还是会在上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主力居能量 这主力居能量 我一看就知道 他主力居能量 他现在是在偏多的位置上 所以呢 这个道琼指数 他在盘整完之后 他一定会在向上的 这是由主力居能量来看出来 而且呢另外呢 为什么台股 未来还会继续涨 大家再看一样东西 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这个呢是加权指数的月线 加权指数的月线哦 我们看一下 在一月份的时候 他是呈现月线连三红的格局 月线连三红 哎梁美老师 月线连三红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通常呢 在月线连三红的状况 像我们来举例看 上一波98年度 月线曾经有连三红过 之后呢 这个指数呢 是涨了多少点 月线连三红之后 指数涨2000点 那你觉得现在呢 是不是就在底部 打不我们镜头放拉远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以现在的状况 整理完毕之后 月线连三红 势必后面就是要喷出 但是很多人呢 可能就跟你讲说 有天险啊 8500关卡是天险怎么样 但是我是很乐观 看待这个行情的 因为从种种的角度而言 就像从加权指数的日线来看 之前呢 2月5号的时候 在封关前 我也跟大家讲说 主力呢 是仍然在布多单哦 这是两枚的主力居能量 保利赚的主力居能量 独步全市场唯一的 我的主力呢 是包含三大法人 还包含大股东 包含种种的大单 在里面 这是我的主力 他呢 仍然在布多单 所以呢 在2月5号的那一天 虽然是一根黑K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拉回修正之后呢 虽然是拉回修正 但是呢 长线呢 仍然是看多 所以呢 再隔一天 在2月6号那一天 果然还是涨 果然还是涨 因为主力呢 是仍然在布多单的 所以一到今天 你不要看说 今天可能收个黑K 可是呢 他是续创波段新高哦 8005耶 主力呢 现在在做什么动作 依然他是在布多单 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当中哦 你千万不要说 任意去看空这个行情 我们要偏多看待这个行情 因为什么 因为主力都在布多单 另外呢 当天的转折 你是怎么去抓的 当天的转折 今天像今天目前是7951 今天是走向一个 横盘的区间整理格局 但是呢 在找盘的时候 我就发了一通讯息 给会员 我说目前指数的上档压力呢 是在8000点 而下档支撑是在7910 在行情未跌破或突破之前 先看一个区间整理格局 区间整理格局 那今天是不是果然 就像辽美所说的 上档呢 在8000左右 而下档他目前还没来 下档是 目前是在7927 今天会走一个区间震荡整理格局 当天的走势 我也是都当天都当天在找牌 开牌没多久的时候 就都跟大家跟会员去解释说 当天的行情是怎么走 那你就不容易去看错方向啦 那你如果说操作 你都没有依据的话 你操作你都没有依据的话 你很容易去做错 我知道我相信这一波以来 有很多人一路去在做空 但是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你就会觉得很可怕 你看这个是保利赚的台指波段 目前呢 他是在哪边翻多的 他是在29号 他在1月29号的第一根 开盘第一根 在7739的地方 就已经翻出了一个做多的讯号 结果呢 指数一路涨一路涨 涨到现在涨了将近200点 他涨了有超过200点 这是整个波段的趋势行情 所以刚刚我讲了那么多 我跟大家解释了道琼 跟大家看过 给大家看过的加权指数的结构 结构面 另外呢 我给你看过指标的波段指标 他呢 是早在29号的时候 在1月29号的时候就已经翻多 翻多之后足足涨了200点 那你如果先有这个指标的话 你会一路去做空吗 不会 纵使谁再怎么去讲 你有依据 你心里你就可以放心的去操作 你不会去道听途说啊 你不会去乱揣测 要不然就用拆的 你今天呢 你如果说你在操作的时候 你都是用拆的 你今天纵使你赚钱 也不代表你以后都赚钱 因为呢 你操作你没有依据 而你今天赔钱 你就怪你运气差 所以我觉得你操作 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 不然你永远总是在怪自己运气差 真的运气那么好的话 你可以去买乐透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操作 不管你操作股票也好 在投资市场里面 你绝对靠的不能只是靠运气 你一定要好的 有好的方法跟工具 那像今天我们当冲的指标 我们的操作也是要抓一下说 当冲的转折 这是加全指数 它虽然在第一根呢有翻多 但是呢 它在7976时候有翻多 但是在7955的时候发现不对 发现整个阻力的量能呢 是持续在 多方量能持续在萎缩 所以短线上看来 它先翻了一个做空的讯号 然后呢 指数呢 果然就是往下杀 杀到了7934这个相对低一点的地方 它翻了一个做多的红宝石 结果呢 现在往上拉了 已经拉抬过来了 那现在又翻了一个做空的绿宝石 那我们就知道说 诶 今天我们虽然抓得清楚 整个趋势的方向 但是当日的转折 我们也可以抓得很清楚 利用的就是保利钻的工具 那很多人呢 就会觉得说 诶 你只是准一天吗 准一天我告诉你 准一天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问题是长长久久 你一定要有一个 够足够的胜率 你要挑选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一个足够的胜率 不然这你的工具你的方法 就跟垃圾没有两样了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验证一下 我们保利钻指标 除了今天的操作之外 在封关前也是一样啊 封关最后一天 7923的时候翻空 下来7922翻多 虽然是很窄的盘 但是它还是很精准的都把你抓住 都稳稳的抓住着 然后再来啊 前一天也是一样啊 虽然很窄不好操作盘 但是高低点是不是都跟你抓得清清楚楚 一清二楚 然后再来前一天也是啊 没有什么行情 但是它高低点还是都帮你转折抓住了 从2月4号到今天 目前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胜率 我们总共操作了1比 2比3比4比5比6比7比8比9比10 11、12、13 总共错了两比 13比错了两比 你觉得它的胜率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说 我的指标 我的保利赚指标 它有将近八成以上的胜率 这不就是你所要找的吗 你要找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你要指标胜率够稳定 要胜率够高嘛 而且要够简单你可以看得懂 你不需要再去学一堆东西 你只要看得懂 绿色的宝石是做空向下 你只要看得懂 红色的宝石是做多向上 你就会操作了 这就是保利赚指标的特色 你不需要再去搭配一大堆指标 你搭配一大堆指标 有人搭配一线两线三线一大堆的 但是我跟你讲 你用一线去操作的话 就像我们一样 就只用一个指标 这样去操作的话 是精准又获利又可以很多 可是呢 你用两线去操作的话 你就变得麻烦了 而且顾虑又多 往往会不敢下单 那如果说你真的用到三线的话 那我告诉你 保证你一定很混乱 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下单啊 所以操作一定要这么复杂吗 你要有好的指标好的工具 最重要的 就是要这个指标够清楚够简单 然后够稳定 让你都看得懂 而且胜率要高 你认不认同呢 所以我已经跟你验证了这么多天 相信没有人可以敢像我一样 在盘中就给你验证这一些 那每天呢 我也都发这样的讯息 提醒会员 今天指数的上档压力是在哪里 而下档支撑在哪里 每天都是这样子 很精准的告诉大家说 今天是看一个区间正当整理格局 所以说我是在在的保护会员 而不像你啊 你有时候 你像你这样子一路空上来 你心里难道不会觉得害怕吗 我相信在现在八千点左右的位置 很多人都认为现在是高点 但是我刚刚跟你讲的种种迹象而言 在在都是代表说 这个行情呢是还会向上的 之前就跟你讲过啊 月线连三红 后面呢 之前月线连三红 后面上涨的波段是两千点的空间 而现在呢月线才刚刚也连三红 而且呢所有的均线都处于多头排列 而且呢 我的指标保利赚指标 波段的指标 它在7739的时候就已经翻多了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行情 很多人在7739的位置 已经认为说是高点了 行情一震荡就认为你就转空 一震荡你就偏空去看待这个盘式 那表示你看不懂盘 看不懂行情 所以呢 你如果是看不懂行情 你往往有可能去学一些技术分析啊什么东西啊 有的没有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学的这些东西真正有帮助到你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选一套好的方法跟工具 如果你可以考 可以 想得通的话 我希望你利用广告时间 好好的把握现在的机会 你未来长长久久 究竟要怎么做 请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们这段广告带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投顾 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 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自听 思思解痛 加强定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投顾 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 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自听 思思解痛 加强定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小布丁 小布丁 小布丁草本曲纹贴片 纯天然植物精油 加高分子纳米技术 小布丁 小黑纹防纹系列 全新上市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旺旺年到 别忘了 来月旺旺 您才会旺 旺旺 天龙宅在在家 爱之味五星期甜点 船呵呵 小小姐娃来 在家好享受 爱之味尽高高 真是五星期的甜点 在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牌 欢迎回到现场 小资女向前冲 我是梁梅 刚有没有利用广告时间 好好地想想看 你未来长长久久 究竟要怎么操作呢 而来 我们现在看一下 目前的指数 还是一样没什么变动 在7946 然后上涨了40点 那目前的预估量呢 有980亿之多 所以有明显的 有回温的迹象 但是呢 台股的行情 还是走一个 瑕福的区间整理格局 而 这个是我们在一开盘 就已经都先预测到了 一开盘的时候呢 我发了一通讯息 告诉会员 今天呢 目前指数的上档压力 是在8000点 而最高呢 是在8005点 而下档支撑 是在7910 那今天最低呢 是在7927 那今天呢 就是先看一个 区间震荡的整理格局 所以果然没错 今天虽然量能呢 有升温 很多人也许在一开盘 没多久 我看到开盘就开8000 是不是要涨到9000点了 所以一路上去去做多 做多之后 反而它行情下来 不知道怎么办 虽然说整个趋势的行情 是偏着多方的脚步来讲 我刚刚已经有一步一步的验证给大家看 虽然整个趋势的行情是偏多 但是你做多的点位 你也要有 你也要抓得精准 你才可以去操作 而不是随便去做多 去追高 那像我们的指标呢 我们指标早盘虽然也有翻了一个红宝石 但是呢 后来在7955的地方呢 就翻了一个做空的讯号 绿宝石 绿宝石之后呢 下来行情果然是往下杀 杀了之后呢 在7934的地方 它翻了个做多的讯号 结果呢 指数呢 有慢慢往上拉 这转折都抓得很漂亮 真的是太漂亮了 然后呢 然后呢在7948这边翻了一个绿色的绿宝石表示说整个指数是要是要往下杀 所以呢表示这个尾盘呢有可能会走向一个拉回修正整理格局 这是请各位投资朋友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是从保利赚指标的系统来看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封关前的那一天 我们就很清楚啦 保利赚指标在尾盘的时候呢 不是也发了一个做空的讯号 结果呢 指数就往下杀了 指数就往下杀了 然后呢在前一天2月5号7872的时候也翻了个做多 后来呢尾盘也是往上拉对不对 隔天又跳空上去隔天又跳空上去 在前一天也是啊2月4号尾盘7923翻了一个做空的讯号 结果呢指数呢就往下杀隔天马上跳空下来往下杀 所以说在在呢都验证了说保利赚指标的精准跟功力 你还怀疑吗 好啦不管怎么样 我们呢对于加权指数的转折都能够抓得精准之后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操作股票嘛 那操作股票你操作哪些股票 我一样一样是用保利赚指标来一一的向你验证 说保利赚指标要如何去看股票 我们举个例子像今天最强的 今天有一档股票很强 它叫做国泰金 国泰金呢今天呢涨了很多 因为呢什么原因呢 原因不是一些其实消息面的东西 而是因为你看看这个主力在做什么 主力它一直都在买嘛 它从11月26号那一天就开始都一路了在布局多单 所以你看它横盘整理了两个月之后 终于喷出向上了 而主力是越买越多 量能越来越大 所以从能量的角度而言 这个国泰金是应该在11月26号的时候 就应该买讯翻多的时候就进场去买进了 而不是说要等现在去追高 而目前我们看一下国泰金的表现 依然是相对强势 这是国泰金 然后另外呢 有些股票 像伪创这档股票 我从1月14号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讲说它30.45 这里没有印出来 30.45它翻了一个做多讯号 而且呢主力均能量它在做什么动作 它在做多 然后所以呢 一路以来 一路以来就已经涨了一大波了 然后最后呢 目前是走拉回修正 但是我给各位看一样东西 就是主力均能量 主力均能量它目前呢 它还是在偏多的方向 它还是在偏多的方向 所以呢这个行情呢 这个伪创这档股票呢 后面当它修正完毕之后 就会再涨 因为呢主力均能量 它还是一样是偏多 在操作这档股票的 所以你们等着吧 当它修正完毕之后就会再涨 这是伪创这档股票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说 每一档都讲得很详细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档 这档呢是5534的长虹 长虹也是一样啊 当保利赚指标翻多了之后 是涨了一大波耶 而主力均能量呢 是持续都一直都在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根本就不用怕 纵使有拉回修正的时候 有拉回修正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紧张啊 它呢这档股票 我就看它绝对肯定破百 结果呢 今天最高点来到108块 跟封关前的高点一样 也是创波段新高哦 但是我告诉你还会再涨 今天虽然是个黑K 封关前也虽然是一根黑K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股票还会再涨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大家请看下面 主力均能量呢 它是从11月 11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逐步的都在不多单哦 当它筹码都累积的 累积齐全之后 势必股价就会喷出 是不是都跟股价一样 喷出嘛 所以纵使它在整理 有什么好害怕 股价 主力只要会买的股票 股价就一定会再涨 所以虽然现在是 已经涨到108块 甚至很多人是想要去放空它 但是呢 我们从主力量能来讲 来看的话 这档股票呢 是依然是还会再涨的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另外呢 再跟大家验证几档股票 这是台验 6269的台验 今天呢 相对的弱势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主力居能量 主力居能量下面 它是持续在卖哦 所以股价呢 为什么就盘整之后 人家今天开红盘 它还是在下跌 很简单的道理嘛 主力它持续在卖 你觉得这行情能够上去吗 你觉得呢 早就在12月14号 114块就已经翻空了 另外呢 有一档我天天都在 跟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 Oh my God 它在1月10号的时候呢 卖讯就已经浮现了哦 1月10号卖讯就已经浮现 所以我说这个行情呢 这档股票是千万不能碰 虽然呢 市场上有很多老师都告诉你 这个行情 勾买到这档股票会飙 但是我告诉你 这卖讯浮现 就是连碰都不能碰嘛 主力还在卖啊 所以今天呢 果然又是大跌 今天大家请看一下 几乎跌停板 所以这种股票能碰吗 所以我不管 你操作是用什么方式 但是我建议各位 你千万不要用毒的 不要用凹的 不要去利用运气 不要利用运气去操作股票 你可以有好的方法 好的工具来操作 所以呢 只要你的指标够精确 系统够稳定 操作更简单 资讯呢 可以跟我们一样更齐全 我相信 你每天的操作 都可以顺顺利利 最后呢 祝大家 在今12年 每天呢 都可以操作顺利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 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您好 我是张雅晴 睡觉时脑能量会消耗三分之二 脑药年轻有能量 早上一定要喝全农燕麦 营养学称 燕麦是大脑的粮食 爱之味全农燕麦 有丰富的燕麦多糖体 补充能量 早晨的能量 爱之味全农燕麦 爱之味全农燕麦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